人还钱 结果反而还打破了债主大门 新北市巴黎区3号凌晨 当时双方要沟通债务纠纷 结果欠债的人不想还钱 居然还拿出棍棒砸毁债主家的大门 债主也不是省油的灯 就带着好朋友冲出来反击 一群人从屋子里打到大马路上 白衣男子拎着球棒冲到住宅门口 对着铁门一阵猛砸 一人敲了好几下 当场把大门玻璃砸毁 屋内四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也立刻掏出棒球棍冲出来追人 不但追打到街上 双方还演出飞车追逐 半夜惊传叫嚣声 附近邻居全部吓到不敢出门 事发在新北市巴黎区 双方原来是要约好来谈债务纠纷的 董姓男子欠人家三万五千块钱 疑似受不了债主带姓男子不断吹讨 还要求来我家还钱 没想到他火大竟情绪失控 带着球棒先把债主家的门给砸了 结果反遭到对方打到头部撕裂伤就医 到达现场的时候 只剩下被害人一名 头部轻伤 意识清楚 并且送医救护 发现是因为债务纠纷所引起的 欠债的构成毁损罪嫌 而债主则是依伤害罪被带回警局 不但查扣棍棒还搜出一把玩具枪 双方债务没弹拢 现在通通吃上刑则官司 而且不止三万五的债务 还没解决 现在还多一个大门修理费 记者上面周中霖新北市场报导